謝謝 感謝主席 因為我剛好在上面主持會議 真的抱歉 那幫我請一下那個部長 有請我們部長 江部長 陳委員好 部長辛苦 因為今天最主要有一個議題就是 外籍配偶照顧福島基金 那當然因為本期 也對於所謂的外籍配偶這個區塊 我是非常關心 從我過去一路走來 就非常關心所謂的外籍配偶 那當然外籍配偶 不管是男或你 當然都是人 當然基於人道立場上我們本來 我們中華民國就應該去關心 那我要請教部長一下就是說 因為到目前為止從民國93年 到現在已經行之 大概有7年之久 那你認為現在目前他的績效如何 向委員報告 我自己主持 外籍配偶照顧基金的這個委員會 詢問過很多委員 我的印象是 大家認為現在慢慢上了軌道 剛開始前幾年 比較不知道怎麼樣去做輔導 然後有很多民間團也不知道 這個補助的管道 那最近這一些方面都已經讓大家 比較清楚了 因為 包括有很多的地區都有成立所謂的 新移民協會 那當然新移民協會我發覺 我參加他們很多的活動 他們到處每一次要辦活動的時候 本身就是說巧妇難尾五米之吹 有時候他們都要到處去張羅 那當然我今天用這個機會要點出這個問題 就是說 是不是能夠請我們內政部這一邊 主動 去了解到底我們全國所有的一些各縣市 他有多少的所謂的新移民協會 然後我們主動跟他聯繫 假如說事實他們有需要協助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能夠主動的伸出援手 避免他們一天到晚到外面去張羅 事實上他們也非常辛苦 那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參加他們很多的一些活動 但是我有發覺好像是 政府機關也沒有派演去跟他們表示關心 都是一些民意代表 因為為什麼 講一句比較 徹底的比較不好聽的 都為了選票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本身 將來也是有所謂的選票 不管他本人或者他的配偶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我發覺 大部分都是有很多民意代表 到現場去跟他表示關心 那至於我們政府觀點來講 幾乎沒有 有的話也了了無幾 那當然我希望能夠深入去瞭解 每一個外籍配偶 他們本身家庭的一些情況 那是不是能夠內政部 折承各縣市政府 能夠派演去跟他適時的做一個 瞭解以及輔導 那這樣的話我們才能夠有效 來協助來照顧這些所謂的外籍配偶 你的看法怎麼樣 剛剛委員所指教這兩個問題 我們都有部分有在做 那有些還會再加強 我們對各縣市這種協會的存在 我們都有造冊 也都有聯繫的管道 那麼對於我們所推出的一些新的措施 都會主動發給他們 那第二點就是關於他們所舉辦的活動 因為如果是屬於縣市的活動 移民署的人力比較不一定能夠每一場都到 但是只要是全國性我們主辦的活動 或是全國性團體辦的活動 我們署長是經常都出席 有一些地方性的活動他甚至都有去 那我本人每年也大概會出席三四場 全國性的活動 那剛剛委員建議這個民意代表到的比較勤快 那地方行政的人可能比較疏忽 這一點我們會請我們移民署跟地方的負責的同仁再溝通一下 請他們盡量也能夠出席這樣的活動 好那我再請教部長 到目前為止我們內政部統計 到底我們國內有多少的外籍配偶 剛剛講是有四十幾萬 四十幾萬 有沒有輝華的外籍配偶 輝華的外籍配偶 我們的登記當然是合法 如果輝華就要按照我們陸出國移民法來處理 對 那你們有沒有深入了解到底有多少非華的外籍配偶 像我最近前不久看到一個報紙 那個登陸出來 結果有提到有一位他本身在大陸 他是所謂的大陸的通緝犯 結果跑到台灣來以後 連續住了七年生了兩個小孩 到最後才被發覺到 所以這個叫做非華的外籍配偶 就是地下的沒登記的配偶是不是 對 這個叫做非華的外籍配偶 因為他不是合法管道來辦理結婚登記的 他們可能在台灣根本沒有辦理結婚吧 因為如果有辦理結婚就是 對 你可能誤解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說 有很多類似於像那個 有部分不是很多 應該是少之又少 但還是有存在 他本身在大陸既然是所謂的通緝犯 他進入台灣以後 結果在台灣待了七年 後來在台灣也跟台灣的女子 就結婚以後生了兩個小孩 結果像這種情況的案例 依照內政部所瞭解 到底還有沒有 我請署長回答一下 請謝署長 謝謝委員指教 但這個個案 我們是因為我們有這個相關的情資 我們尋兩岸共同打擊犯罪的機制 就把他送走了 我知道這我很清楚了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要加強管理 類似像大陸的通緝犯 既然能夠進入台灣 連續七年 結果在台灣又結婚生子 但結婚他沒有登記 娶了台灣的女子 結果台灣的女子 也不知道他在大陸是通緝犯 結果生了兩個小孩 到最後才被警察單位給逮到 那結果現在目前依照 兩岸關係條例 遣送回大陸去 這我很清楚了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要如何 來防喚 類似像這種情況 再度的發生 各位報告 因為我知道你一點 你一定會講到就是說 他是合法的配偶的話 那我們有一個機制會去查查 會去關心他在台灣 生活居住等等的情形 但是因為他只是一個共同居住的事實 沒有正式的婚姻關係 我知道這我都很清楚 所以說我把它定調叫做非法的外籍配偶 他不是合法的 合法的等於就是他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 他可以明定就是說 辦理所謂的結婚登記手續 那我在講的就是說 他沒有辦理所謂的兩岸 兩岸所同意的結婚登記 結果他本身就到台灣來以後就沒有出去了 那當然我知道你們一點就是說 移民署可能他本身也人力嚴重不足 那我點出這個問題就是說 希望能夠由內政部這邊統合 要求移民署以及警政署還有相關的單位 所以大家共同來查記 類似像這種情況就是說 非法居留在台灣 而且更扯的就是說 待了七年以後 既然又跟台灣的女子 私下結婚 沒有辦理結婚登記 那結果在台灣生子 所以我一生就死了 所以我今天這幾乎還是點出這個問題 就是說可能有很多 不管是非法的在台灣打工 或者非法在台灣結婚 像這個情況之下 當然也希望我們內政部能夠折騰相關單位 大家共同來聯繫 一方面也算是打擊犯罪了 是沒有問題 這個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好不好 那這一點的話 也希望我們內政部這邊 不管是移民署還是多多加油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